今日,国家药品鉴斗管理局发布公告,认定伤失指痛高以不符合目前以类卑橱方药确定原则,由以类卑橱方药转换来甲类卑橱方药。 那么,伤失指痛高的身份转换有可含义,但使用上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卑橱方药的内边和相关标记。 药品包装上的OTC是卑橱方药的标志,卑橱方药是可以自行判断购买和使用的药品,为了是百姓用药剂安全又方便。 其实,国家根据卑橱方药品的安全性,将其划分为甲类卑橱方药和乙类卑橱方药。 其中甲类OTC为红色标记,是只能在具有药品经营许可证配备职业药师或药师以上技术人员的社会药店。 医疗机构药房零售的非处方药,需在药店由职业药师或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而对于非处方药中的安全性更高的一些药品则化为乙类非处方药,乙类OTC为绿色标记。 除了可在药店出售碗,还可在超市、宾馆、百货商店等处销售。 此次伤失止痛高由乙类非处方药转化为甲类非处方药,就意味着获得该药品更严格。 同时,不是只要能满药就可以随意地使用。 伤失止痛高伤失止痛高是一种玩用忠诚药,具有趋风散行,趋湿通落或趋止痛的作用。 多用于关节病痛,颠覆闪错,风湿性关节炎,内风湿性关节炎,外伤性关节炎, 颈神经根炎,颈腰转骨质增伤、热伤、软足质挫伤等肌肉、关节疼痛。 伤失止痛高度方大多为心温大热、方向、活血制品。 不放有度,不当使用存在一定的不安全性,由乙类转变为甲类后,人们在选用时应当注意。 1. 液打损伤,24小时内近贴上湿脂痛高,这是由于人体组织在受到外面损伤后,集成性炎症反应, 液体大量自血管内伸出到受伤处,局部慢慢出现重长。 2. 压迫神经引起疼痛,这种反应在24小时内可以达到高峰。 3. 如果此时内贴上伤湿脂痛高,其温通、活血作用,或使局部血循环量等多等快, 这样反而加重了局部肿胀疼痛现象。 正确的方法是,跌打损伤后,如皮肤不破损现象,应立即冷敷或用冷水冲洗, 亦或是用云蓝的药保险液喷受伤部位,24小时后,再贴上伤湿脂痛高。 这样,跌打扭伤后出现的一系列症状,便会逐渐减轻或消失,既缩短了病程,又减轻了痛苦。 3. 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活动期,内风湿性关节炎及性肌局部有同众热痛筋肉。 6. 皮肤肺烂有肾液者及外伤和病感染化膿者不宜贴用。 7. 应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儿童使用必须在群人监护之下。 文心提示,药物的使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